Hello,那今天这期影片呢就跟大家来做一期Get Ready With Me 就是别化妆别跟大家聊个天 确实最近我觉得事情也挺多的 然后也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吧 然后我今天上妆的一些东西呢 包括一些什么彩妆啊工具啊什么的 也都是大多数吧 不能说全部 就是大多数都是我最近才买的 或者是我收到的一些东西 相当于也是我自己的一个first impression吧 那我们就赶紧开始吧 好,刚才我已经护肤了 然后我今天用到的底妆是这个 香提卡的这个有色面霜 它的用量很省 然后上脸以后呢就没什么遮瑕力 就是只是一个简单的均匀肤色 然后它就这样直接用手推开就好了 不需要用美妆蛋 然后我现在已经是怀孕快37周了吧 差两天 记不太清楚 我现在脑子啊 我现在脑子真的是 特别是越到怀孕后期 这个脑子越不好用 真不知道为什么呀 是就真的是激素影响吗 还是可能是最近真的事情太多了 嫉妒记不住东西 你看它上脸以后也不会改变你肤色 我的脖子啊 大家其实刚才开头也能看得出来 我的脖子和我的脸就是脖子已经黑了 就好像我上网查 好像很多孕妇就是特别是到中后期的时候 脖子就会越来越黑 我脖子现在就已经黑掉了 而且颈纹啊 那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 我的颈纹非常非常的严重 就是以前的颈纹 因为我颈纹其实是从小就有的 但是不会这么严重 大概也就是淡淡的两条 但是现在已经 已经出来 你看这么多 我觉得我生完孩子以后 头等重要的大事 就是把我的颈纹好好的处理一下 然后底妆上完以后 看它真的没什么遮盖力度 就是给你的脸均匀肤色了 滋润度什么的也都挺不错的 上脸以后也不会觉得特别的干啊 或者是特别油什么的 我觉得偏干的皮肤 或者是中性皮肤用这个会比较好一点 然后我们再来上一层 就是我通常会把这个 跟这个香提卡这粉饼搭配在一起使用嘛 然后我今天再上聊这个粉饼 最近事情真的挺多的 因为我现在已经到 马上就要升的这个时间了嘛 所以说就是之前 我应该在20周的时候 跟大家做过一期Get Ready With Me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 就是跟大家说有点焦虑 因为像买东西啊 什么东西都没有买嘛 我之前像床啊 还有什么床垫啊 还有一些什么尿布啊 这些我全部都没有买 然后我就是每次一看那些工具 我就很烦 不是就是很烦 就是觉得东西好多 然后就一直拖一直拖 然后拖到上个周 差不多 我就真的觉得不能再拖了 如果再拖的话 可能孩子出来 我东西还没有 还没有买 就特别特别着急 然后原本我就是觉得 生孩子 就是孩子刚出来 可能就需要一个床 然后需要点尿布 然后需要 什么 奶瓶啊 就可能 简单的就是这些东西 到时候出来以后 再需要什么东西 你就再买好了 但我看完那些工具以后 我瞬间觉得 好像不是这么回事 好像是 很多很多东西 都是需要 在他生之前 就准备好的 然后就开始很焦虑 包括我自己的一些事情 就事情 就真的挺烦的 然后再加上 拍视频 也算是一个 就是我本来 平常日程上的一个东西 就感觉整个 好像是节奏上 完全不是以前的 这样的一个节奏了 然后就有一点混乱 然后生活就过得 有点迷迷糊糊的那种 然后每天有好多事情 然后你要去想着 然后你要去做 然后你还要去把它做完 然后做不完 而且加上脑子 越来越不好用了嘛 很焦虑 然后心里面就很着急 然后包括像 因为我已经到后期了嘛 所以说像 马上就要生了 其实我对生这个过程 不恐惧 就是我觉得 女人嘛 都会生孩子 就是大家都能生得出来 我也能生得出来 我不怕疼 然后我也不怕 就这个生孩子的过程 我害怕 但是我就觉得 他出来以后 我整个生活的一个节奏 跟以前要大大的 就是改变了 没比我用这个 植村秀的砍刀 没比 就是未来的生活 就不单单是我和我老公 还有加一只狗的 这样的一个生活了 是要再多出一个小生命 而且这个生命还是 是人 就是属于那种 就是没有教育好啊 什么的 上了社会上就很担心 可能会犯错误啊 或者是会被人欺负啊 或者是 哎呀 就是就各种啊 就会很担心 感觉还是 生孩子这个事情 还是责任有一些太大了 然后你的 你包括生出来以后的言谈举止啊 什么的 都需要做一定的规范啊 就是跟之前完全不一样了 然后昨天跟我妈视频 我妈说 我可能以后是一个不独子的人 就是属于那种 可能 什么事情都不想别人插手 然后就不 不是不想别人插手 就不放心 然后就是各种 什么事情都想要自己去 亲力亲为的 就对于孩子这方面啊 就什么事情都想去亲力亲为 就是那种操心的命吧 可以这么说 我其实现在就有一点 就是从买东西这个方法 就能看出来 就是别人上网查的 说这个东西好 我不会相信的 就是我必须要自己上网去 一个一个的把你说的 这个东西全部都找出来 然后去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对比 然后自己真正的去了解了 放心了 然后我自己去买这个东西 然后我妈也说 生出来以后千万就是 不要自己操太多心 因为这样子你会很累嘛 那我感觉应该每个妈妈 是不是都应该是这个样子 我觉得正常的 应该都是这样子了吧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了 就是我之前有穿这件毛衣 给大家录视频嘛 然后有很多很多人 都问我这件毛衣在哪买的 我不是在网上买的 是我之前回国的时候 跟我妈去逛了一个小店 那店叫啥名字 我也记不太清了 反正就是在青岛的 一个小店里边 买的这件衣服 其实我还蛮喜欢 但是我真的不太清楚 就是大家 特别是不在青岛的 能怎样能买到这件衣服 所以说就这个视频里面 跟大家提一下吧 因为之前真的太多人 问我这个问题了 所以说我就跟大家说一下 然后今天的那个眼妆呢 我打算用这个 Natasha Dinona的这个 Lila Palette 这个Palette 其实不是我自己买的 之前我有发过Instagram 是那个 我买那个Beautylish 他们不是每年 都有一个服带吗 我是买了它那个 XL的那个版本的 就是抢到 那个版本真的很难抢 大概一分钟 还是两分钟以内 把那个大的服带 就已经没有了 然后我是 我是抢到的 那个大的服带 我觉得还挺幸运的 然后收到以后呢 里面就有一个 这个Lila Palette 然后我觉得还不错 就是运气还可以 然后这个盘子 其实一开始 我一直都没有想买 因为它里面 这个配色 全部都是这种紫色调的嘛 虽然说Avalanche 她非常非常喜欢 这盘子 她一直都在劝我 让我去买它 我一直都没有下手 但是这次 就服带里面带的嘛 我还挺开心的 然后这个盘子就是 看里边 我连摸都没有摸过 就我连自己做 试色都没有试色过 所以我也不太清楚 它上眼睛以后 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所以今天这个眼妆 大家就 主要还是听我聊天好了 就不要看 我眼妆是怎么画的 今天就是想试一下 粉质上各方面 应该是没有 没有什么问题 哇我都不舍得摸它 我先随便画几个颜色 试试它的粉质啊 它的显色度 和粉质都不错 而且主要是摸完了以后 好像还像是新的一样 大家看一下它的这四个颜色 好像没有像 它盘子里边 那个颜色 就显得那么的浓的 那种感觉吧 那个打底刷 沾它这个颜色 打一个底 之前一段时间 从大概 因为我的那个 我32周的时候 我去做产检 我的那个胎儿的头 已经到下面去了 然后就已经算是 那种入盆的状态了 正常情况来讲 我上网查头太多应该是 大概35 36周 头才会下去 我下的还算是挺早的 然后大概从34周 35周开始 我就经常会感受到那种 就是下面它好像就是 有什么 就那个头它是在往下钻 然后就是那种 好像在撑你的盆骨 然后有时候就会出现 甲性公缩的那种感觉 就是其实不疼 但是就是觉得很胀 然后就小腹那边很胀 然后胀得特别特别难受 特别是想去厕所的那种 就是有变异 而且一出现这种情况 我就是整个人 像动不了一样 就是就僵住了 然后开始出汗 出虚汗 然后就是身体不舒服 就是也没有说特别不舒服 就是真的就是 平常感受不到的那种感觉 大概过一会儿可能就好了 不会持续很长时间 然后出现的次数 其实也不是说 每天会出现很多很多次 但是是会出现几次的 当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 其实我就是会有一种很复杂的情感 就是我觉得很紧张 然后沾这个颜色 中间的这个发一下后颜 就是加深一下轮廓 因为之前我身体好像没有特别太大的不舒服吧 或者是一些什么特别的明显的一些情况 所以我就总觉得我是跟正常人差不多的 然后就可能一直都没有感觉到我自己在怀孕这个样子 当时跟宝宝说就是就是开始不舒服的时候 我在心里跟宝宝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宝宝你千万不要出来呀 妈妈连床还都没有给你买呢 你出来还没有地方睡 你千万不要出现在先千万不要出来 所以就是真的真的当时我心里面就是这么想的 就是就是完完全全是因为没有给它准备好东西 所以我才不想让它那么早出来 然后后来才会就是在买东西各方面 我就很焦虑嘛 因为我真的怕它提早出来 相机里面看这个颜色好深啊 但是现实情况下 我觉得这颜色还可以 这个颜色你在失色的时候看着它是珠光的 但是实际上上眼睛以后 你把它晕染开 它的那个珠光感特别特别的微弱 都可以当一个雾面色用了 就是都不会显眼睛肿的那种颜色 这还蛮好的 这眼尾盘的晕染能力各方面都蛮强的 然后沾取它这个颜色吧 然后做一个眼尾的一个处理 然后之后再出现这种就是 不是很舒服啊 然后假性公缩这种情况 就是会越来越频繁 然后每当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 就是因为我会说会紧张 然后我会就是感觉到很无助吧 这个时候我就会四处寻找 就是如果我不在公司 就是我在家里边 或者是我跟我老公在外边的时候 真的是要紧紧的抓住我老公 我才会有那种安全感 就是谁在边上都没有用 就是真的只要我老公在边上 我就会觉得我很踏实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也是跟我一样 就是现在也处于这种情况的话 就是真的是需要多注意一下吧 然后找到一个让你感觉到 很踏实的一个方式 这样你才在你不舒服的时候 心理上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安全感吧 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 多深呼吸 就是深呼吸我真是觉得特别特别的有用 然后拿一个小头的扁平的刷子 沾它最深的这个颜色 勾勒一下眼尾 这颜色多多少少有点掉粉 其实原本今天我想拍的是那个年度爱用的护肤品 但是后来我觉得这个视频我不太想拍了 因为我感觉一个是我今年爱用的护肤品 前半年我没怀孕的时候 都是我之前就是可能去年的时候还在用的 就是年度护肤 年度最爱护肤品用的那些东西 然后后半年怀孕了以后呢 其实我该分享的 我基本上在我的每个月的爱用品里面 已经跟大家都说了 而且有一些还不止提过一次 就是爱用品也说了呀 或者是像什么购物分享里也说了呀 就是说都说了很多很多次了 我觉得有一点啰嗦吧 但有很多人想看我的运期护肤步骤 然后我就觉得运期护肤和这个年度爱用呢 又有点重 因为我相当于我的大半个运程都是在2018年 所以说如果我分享了我的年度爱用的护肤品 然后我再去说我的 我在跟大家拍一个我的运期的一个护肤步骤的话 这两个我就完全可以做成一只视频 所以说我觉得可能年度 今年的年度爱用护肤我就不会做了 等着我生完了以后 然后我做一个这样的一个总结吧 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就是 怀孕期间我都用了一些什么护肤品 然后我的运期的一个护肤的一个步骤 那个时候我再跟大家做这个视频 然后我们用一个小头的刷子沾它这个颜色 我们把它画在眼睛的前半段 然后说到这个视频这个事情 我觉得我现在的视频题材有一些匮乏 就是我都不知道该拍什么了 我知道大家很多人都喜欢看Vlog 有时候啊我真的觉得就是我这个人是很不喜欢看Vlog 就我总觉得是在浪费我自己的生命去看别人的生活 我为什么要那么过多的去关注于别人的生活呢 很多Vlog就是出去吃啊逛啊玩啊 然后就很多Vlog它不是说很有营养的一些东西吧 然后我们再沾这个黄色点一下提亮一下眼睛的中间 但是毕竟真的有很多很多人都说想看我做Vlog 可能我之前拍Vlog会拍的比较少吧 但是之后像宝宝出来以后 我可能Vlog会录的多一点 主要还是给他做一个记录吧 就是而且我想多录一下 就是宝宝和狗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互动 我觉得这个还蛮有意思的 因为他们两个之间能发生什么互动谁都不知道 所以说可能到时候我会多录一些关于这方面的 然后比如说或者是带宝宝出去玩啊 就是这种这方面的Vlog吧 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出去吃吃喝喝玩玩什么的 除非是出去旅游什么的还可以 然后我们再沾取这个颜色提亮一下眼头 然后除了像Vlog这种题材 就是我现在就是感觉视频的题材有一点匮乏 主要是因为我想拍的那些全部都是很干货的东西 好像这种干货的东西我现在的体力 还有我现在的经历啊什么的都不允许我去做这类的视频 不是很干货的 然后又除了Vlog之外的题材 我真的想不出有什么了 就是如果大家想看什么类的视频的话 在这个视频底下就是给我留个言 然后让我知道一下就是我到底应该多拍什么样的视频 然后大家才会喜欢看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这个眼妆 我觉得这个眼妆还蛮好看的 还挺喜欢的 但是这盘里面没有一个那种浅肤色 可以就是清洁一下整个眼妆的这个周边缘啊什么的 但是其他的各方面它的那个显色度啊 可晕染程度啊什么的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我觉得这个视频可能是我说话上没有什么逻辑 就想到什么我就说什么了 这个眼妆我从镜子里看我觉得还挺温柔的 所以说如果大家想就是情人节快到了嘛 然后想情人节呀画这个眼妆我觉得出门也是完全可以的 我们上这个睫毛膏 这个之前我在我年度爱用里面有提到过 就这两个搭配起来使用真的很好用 能不能看到睫毛一下就出来了 就可长了 哎呦这个睫毛啊真的是让我操碎了心 我新买了一支眼线笔是这个牌子的 然后它的那个色号是那个brown black 就是那种黑棕色 它不是黑色的 然后也不是那种棕色的 画上以后可能不会像棕色那么的不明显 也不会像黑色那种 就是可能看上去有点凶的那种感觉 这个我用过一次 我觉得它颜色还可以 带一点小温柔的那种感觉 然后这个笔头呢 我觉得相对于那个开放地的那个眼线页笔来讲 是稍微有点软的 但是也还是蛮好掌控的那种 然后也非常非常的好上色 然后这个眼线页笔 我因为用过一次嘛 我用大概到晚上卸妆的时候 它也不会晕 还蛮好的 还蛮好用的其实 然后它的这个包装什么的各方面 我觉得也很漂亮 这个我还蛮喜欢的 这把刷的是那个 Spicy Choco家的那个 一号应该是二号刷 二号刷就是它家那个羊毛的那个散粉刷 这个我不建议大家去买 就是因为它上脸真的挺扎的 就是像我这种皮肤挺糙的 这种皮肤 上脸以后都觉得它还挺扎的 然后我就拿它就比如说 有时候脸上掉了一些粉呀什么 拿它清理这个粉还不错 然后他们家不是最近 我收到他们家的一个包裹 就是新出了一套 我之前也发过Instagram 就是出了一套仿灰鼠毛的 化纤毛的这样的一个毛 它这个刷柄 跟它那个羊毛的有区别 动毛的这个是金色的柄 然后它的这些全部都变成了银色的 然后看这区别 这个刷子它这系列的刷子 就远远要比这个要柔软的多 就是这个是这个虽然是化线毛 但它上脸以后非常的舒服 就是完完全全比 这要远远胜过这个 所以说如果你比较长草 他们家的面部刷具的话 就是去试一下它这个 而且它这个价位 相对于这个羊毛刷来讲 好像便宜一点吧 然后今天腮红呢 我用的是3CE的这款 叫 Mono Pink 这样一个很奶油粉的 这样的一个感觉吧 反正上脸以后 真的还蛮好看的 我就是忙买的一个色号 我觉得这色号还挺不错的 挺就是上脸以后 很显气色 然后就有一点 小害羞的那种感觉 这个颜色非常非常适合 情人节去使用 就有种说脸红 不脸红的那种感觉 然后跟大家说一下 我的新年愿望吧 然后修容呢 我用的用这个medium 然后我2019年的 第一个愿望呢 就是我能把宝宝照顾好 就是能够得心应手的 把他照顾好吧 然后什么事情 就是有条不紊的进行吧 然后让宝宝能健健康康的 然后开开心心的 这样成长下去 然后再一个就是 能把家庭啊 包括自己的身体照顾好 就是因为生完了以后 包括产后恢复啊 不管是身体上 还是我心理上 健身这些啊 就是我好像自从怀孕以后 虽然说有那种小小的活动 只能算活动 算不上运动都 我还是想去就是 生完宝宝以后 能起码能有时间 去健身运动 然后再一个愿望就是 我视频能坚持的 把它做下去 因为我真的不太确定 就是有了宝宝以后 我会不会就是真的 没有时间去照顾到 做视频这件事情了 所以我自己还是蛮希望 能把视频这件事情 坚持下去的 毕竟我做视频又 很长一段时间了 所以我就如果这样放弃的话 其实也不太好 还是想坚持下去 然后高光呢 在他家呢 出了一个猪年的 这样的一个限量 里面就这样的一个 小猪的感觉 这个其实一开始 我没有想买它 就是我觉得 上面带印花的这种 我一般买回来 我都不会舍得用 然后再加上这个猪 其实我就是觉得 它还好吧 没有那么可爱吧 但是我看网上 试色什么的 我觉得这个颜色很好看 然后很戳我 所以我就把它买回来了 然后我每次用它的时候 就沾它最旁边的 就是不会破坏 它印花的那个地方 这颜色上联以后 就是它的那个 珠光感很细腻 然后上联以后 也是属于那种 很低调的那种光泽感吧 还蛮好看的 而且也一点都不写毛孔 我超喜欢这个光泽感 这个颜色真的很好看 然后最后一个新年的愿望呢 我觉得也是最难实现的一个 就是2019年我想 多铁皮点东西 我觉得对于我来讲 铁皮真的是一件 非常奢侈的事情 你知道作为一个美妆博主 必须要去买一些新的东西 回来尝试 然后就也算是跟得上 你像时尚博主 你需要去买一些新的衣服 然后新的鞋子 去进行一些穿搭的 这样一些搭配啊什么的 我觉得很不公平的一件事 很多人会在美妆博主底下 评论说你不要再买了 你买了太多彩妆了 你这些彩妆根本用不完 就是但是我很少会在一些 就是时尚博主的底下看到 就说你不要再买衣服 你不要再买鞋了 你这些鞋和衣服 根本穿不破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矛盾的一件事情 我并不是说就是彩妆品 这样买买买 这种情况是好的 你需要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 需要多去看测评 然后再来决定这个东西 你到底需不需要 你到底要不要买 但是话说回来 你在买彩妆的时候 你会想这个彩妆品 我用不完 但是你在买衣服的时候 你从来都不会想 这件衣服我会不会穿破它 我穿破它以后 我才会去买第二件 就是每个人 他对于一个消费的观念 其实是不一样的 这就扯远了 其实这个话 我在很久以前视频里边 我就想跟大家说 我一直忍着没有说 因为每次我做开箱视频 购物分享 或者是一些新品的测评 什么的 都会有这样的声音出现 这个时候我就会觉得很不公 我在花自己的钱 给你们做着测评 但是回过头来以后呢 又有很多声音在埋怨你 说为什么你要去买这么多东西 你买这么多东西 你根本用不完 你为什么还要再接着买 可能我既然把这番话 说出来以后 又有很多人会说 会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但是我还是觉得 我需要把这段话说出来 我心里才会更好受一点 但是我想再说明一下 就并不是说 我提倡大家像我这样来买彩妆 就是一出新品就去买 或者是看什么东西 特别想要 就对彩妆这方面 就是我就会去买 还是最主要是看自己的经济情况 和自己对于 对于购物的这样的一个 偏好吧 说多了 然后口红呢 我最近买了 Pimergrass 它出的那个 唇釉的小套装 我觉得质地各方面 其实我还蛮喜欢的 然后特别像最深的 这个Flash 4这个颜色 上嘴以后也没有特别特别深 我是不是上这视频 就用了这个颜色 然后叠擦了另一个颜色 还蛮好看的 我今天试一下 别的颜色吧 我今天试一下 这个偏干燥玫瑰的这个颜色 它上嘴以后啊 一点都不会黏 我觉得还蛮舒服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蛮温柔的这个颜色 但整体上嘴上 我觉得这几个颜色 都是属于那种 可以做是 算是很日常的那种颜色 好了 这就是我完装的样子 就我觉得画完了以后 整个妆容不会显得那么的浓 这种节日妆啊 或者是当成 就稍微再淡一点的话 做一个日常妆 眼镜妆什么的 都是可以的 情人节应该也是可以画的 大家有什么什么 比较好的颈霜 可以推荐给我吗 这支视频 我觉得我跟大家说了挺多的 也不知道大家都会有 什么样的想法吧 真的如果大家想看 不同的题材啊 还有一些就是 对于脖子 这个什么 颈纹的这个处理啊 什么的 都在下面可以留言告诉我 那我们就下支视频见 拜拜